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连续报了几天的好消息 今天爆点新闻是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许多地区发动了进攻行动 乌克兰守军在反攻中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而重要的是,乌克兰官方正式确认这是酝酿已久的反攻 根据南方国防军新闻中心发言人纳塔利亚·乌米纽克的说法 我们在我们的责任区内在许多战线上发动了进攻行动 这些行动目前正在进行中 军事行动的细节没有透露 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军方为了行动顺利自然是守口如瓶 不过呢,根据CNN引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个消息人士称 行动始于夜间,对俄罗斯战地和后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抛击 据CNN的报道,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普拉夫蒂诺 乌克兰士兵猛烈打击韦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扑冲军 他们崩溃撤退后跑到俄精锐散兵的战地上 把散兵也冲垮了 于是俄军也紧随期后就撤退了 消息人士称,现在我们已经解放了四个村庄 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在三个地方被突破 他所指的被收复的是 诺瓦亚·德米特罗夫卡、阿尔克·韩根勒斯库业 托米纳巴拉卡和波拉夫蒂诺四个村庄 许多俄军士兵被消灭或俘虏 许多军事装备被摧毁 消息人士和乌克兰官方都确认 这次无军最终目标就是赫尔松城 此外,南方司令部正式宣布 他们突破了敌人在赫尔松地区的防御 并摧毁了俄罗斯当时守军背后的几乎所有的大型桥梁 安东诺夫斯基铁路桥、公路桥和辛卡霍夫卡大巴桥 只剩下人勉强可以步行的可能 俄军被切断了从克里米亚领土供应武器和人员的机会 辛卡霍夫卡地区和赫尔松地区的部分 其他高价值目标也被摧毁 根据奥德萨地区军事管理部门发言人 希尔盖·布拉丘克的说法 在赫尔松地区临时被占领的伯利斯拉夫地区 一家俄军存放武器的机械制造厂着火了 南方国防区新闻中心负责人 纳塔利亚·弘米纽克证实了有关拉什主义者失败的信息 卡霍夫卡军事学院的报道 在赫尔松地区 所谓的断涅茨克第109团和俄罗斯散兵离开了他们的战地 弘米纽克也向在场媒体证实了这一点 奥德萨军事管理部门发言人希尔西·布拉丘克说 乔诺·巴耶夫卡第247空降突击团的指挥所 以及新沃斯克列森斯基第331散兵突击团等多个俄军指挥所被击中 据说乌克兰事件28日晚上 泽连斯基召集了乌军总司令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安全局和内政部的高级官员召开了会议 下达了反攻赫尔松城的命令 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勉励大家 所有乌克兰人应该为了自己、为了子孙、也为了逝去的先人 勇敢地面对这场战斗 他相信乌克兰必胜 28日晚上的会议解散后 当地时间29日上午10点 乌军在荷尔苏前线突然发动空前猛烈的炮击 空军同时出动对俄军阵地进行了轰炸 由此宣告反攻的开始 目前综合情报报道来判断 乌军反攻应该说是达成了突然性 虽然从6月底就一直念叨要反攻 但念叨的时间太长 俄军已经把反攻当作是一种神话叙事来看待 没想到乌克兰人这么猛真的就开干了 有小道消息说 乌军不但突破第一道防线 还逼近了俄军的第二道防线 俄军是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 毕竟大桥被炸后 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吃饱饭了 另外原本应该在顿巴斯好好守卫斯拉维扬斯克的部分乌军老牌金旅 比如第128山地步兵旅突然就出现在了赫尔松前线 说明乌克兰人是真的像了血本 而且筹划很周密 本次反攻 乌克兰人做了精心的炮火准备 事先密集集中了大量的炮兵 投射了空前的火力 有消息说M270也参战了 我们来想一下12管的M270 那火力投送密度和精转度足够俄兵们喝一壶 也难怪我们昨天视频里提到的 那个俄军断尼茨克士兵拍摄的视频里 那人是如此的害怕 乌克兰空军遇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不愿意落后 平时他们都是积极出击 虽然开战以来乌空军损失惨重 精英飞行员们也是纷纷为国牺牲 但乌克兰空军的斗志丝毫未丢 本次反攻他们出动了十多架次的苏25 有力支援了地面兄弟乌军的攻势 鉴于反攻给俄军造成的巨大的震撼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如果俄罗斯军队想要生存 那么现在就是他们逃离或投降的时候了 他强调说 俄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乌军把他们赶到边境 乌军不会停止 直到他们收复属于乌克兰的一切 根据乌克兰总参最新公布的报告 过去一天 俄军以死亡450人的数字 打破了近日以来 俄军两天400死亡的最高上方记录 显然 这包括了南线反攻中间谍的数量 关于战事的最新进展 我们将每天为您搜集和播报 很有可能决定性的进展 就在今后的一周内可以看出来 好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些相关的新闻 根据媒体综合的报道 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 纳塔利亚胡美纽克 8月29日报告说 乌克兰军方在南部多方向发起了反攻 他在简报会上表示 局势在不断变化 当地居民要么紧急离开 要么寻求庇护 赫尔松战前人口是30万人 在入侵初期 被俄罗斯军队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向北推荐占领 也是唯一一个在六个月的战争中 轮线的乌克兰省会 7月初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就表示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已经命令乌克兰军队收复被占领的南部地区 收复在俄罗斯控制下的南部地区的 大规模反共的准备工作 一直在酝酿之中 乌米纽克拒绝透露细节 称南部的俄罗斯军队仍然相当强大 行动需要保持沉默 因为媒体的关注可能会影响结果 乌米纽克说 俄罗斯军队仍然强大 尽管他们的时期低落 他说现在放松还为时过早 西方和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 今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和装备的集结 这表明俄罗斯正在准备应对乌克兰的反共 然而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布多利亚克 警告政界人士专家和舆论领袖 在乌克兰国防部和军队发表声明之前 不要猜测军事行动的进展 他说我理解我们的愿望和梦想 出于对我们捍卫者的尊重 让我们过滤信息并专业的工作 泽连斯基总统对此表示同意 他说有人想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但是你不会从任何真正负责任的人那里听到细节 因为这是战争 这是战争期间的情况 泽连斯基说 我不会给出任何细节 但我们会把入侵者赶到边境 泽连斯基在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时 端促俄罗斯士兵回家或投降 否则他说他们将与我们的捍卫者打交道 捍卫者们在收复属于乌克兰的一切之前 他们不会停止 在斯洛文尼亚第17届布莱德战略论坛视频讲话中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强大的时候就像苏联一样 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 他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正在战场上展示它 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最新的评估信息 一些俄罗斯军事博客和未居民信息人士 与西方媒体交谈时表示 乌克兰军队解放了赫尔松市西部和西北部 英乎莱茨河上的乌克兰桥头堡附近 以及赫尔松地裂波罗比德罗夫斯克以南的几个定居点周边界 接近俄罗斯总统府的消息人士告诉俄罗斯媒体 克里姆列宫内部有人称 俄罗斯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失去赫尔松 正因为如此 原定于川级举行 然后推迟到9月的团并公投 这次可能又不得不推迟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美国对乌克兰军队在现有军事能力上 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然而他强调 美国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行动 因为他们表现出取得进展的愿望 目前各方信息不明确 目前还不知道此次乌军赫尔松反攻是战术性的 还是战略性的全面大反攻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机频道 稍后咱们再会